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知道在2014年有一个47号提案通过了 那么这个提案是什么提案 就是说你如果持有毒品 偷窃 商店盗窃以及身份盗窃 甚至于抢劫 这个都被算成是一个轻罪 当初会有这个提案是因为大家觉得加州监运人满为患 所以像这一类的罪行如果把它算成重罪的话 那这个根本没有那么多地方可以关那么多人 那首先我觉得它这个提案的考量很有点奇怪 然后第二就是不管怎么样它已经成为法案了 更重要的是当它成为法案之后呢 法律之后呢 我们很明显可以感觉到这个抢劫 窃盗这个案子与日俱增没有递检 那对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是一个很大的隐患 对 我们很高兴我们探讨这个为什么加州犯罪率那么高的问题 其实背景讲出来的话在15年以前我们加州通过一个山镇处决 山镇处决的话末后的推手是加州州的预警工会所推动的 因为在加州的话一共有35个监狱 以后那时候的话关的人不够 很多的话都没有床位都没有空的 他们推动山镇处决要重罚这些犯罪人士 所以没想到的话这个法案通过之后在5年之内 原来加州的话可以容纳8万人的犯人的话 一下子就变成了16万人 加州的山镇处决的话原则是第一次我侵罚你 第二次重罚你第三次之后 山镇的时候的话有第三次犯罪的话 是25年到无期徒刑 所以很多人的话本来只是以前有两个犯罪前科 但是因为偷了一个披萨以后马上关了25年 所以导致的话在监狱里面 在2009年监狱人数的话有16万人 后来的话ACLU的话告了监狱加州的政府 他说里面只有能够用8万人的 你是关了一倍的 所以的话不人道里面没有犯人看不到医生 吃不饱以后睡不好以后以这个理由的话告了进去 后来旧金山的地方法院在2009年的话 他就是勒令州政府必须在10年之内将犯人的人数 从16万降到11万 11万的话他们做了几个三个方案 第一个方案里面的话就re-alignment re-alignment的话是以前一年以下的犯人是关在county里面去 以后一年以上的州里面去 所以这个re-alignment program的话就是说 这个关在州的监狱的人的话 要三年以上才关州的 三年以下的以后的话 从一年以前一年的关三年之中 这些人全部下放到county里面去了 所以说这部分的话州的监狱的话 一下子从16万人的话降到14万人了 47号提案出现了 为什么的话 county里面的话 你拨那么多人给我 但是的话你没有给我更多的经费 以后我这人满违反了 你是可以满足法院的要求了 但是的话我county的话怎么办 管那么多的犯人 三年以下都到我这边来了 后来的话他们就通过47号提案 将这些犯人里面从三年以下来的 关在county这些人的话 越是重罪的降为轻罪 很多案子就出来了 以后的话当年的话还是没办法解决问题 所以还是有很多犯案的人 所以又通过了57号提案 57号提案里面的话 就是从原来可以判三年以上的这些案子 毒品的案件马上下放 就是判了 有后从州监狱再下放 所以后来它变成12万人口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而造成的话 放很多本来要关一年以上的 现在放出出来 本来要关三年的也是放出来了 以后在州政府这个层次里面 三年以下的话拼命地往下放了 所以对后来它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联邦法院的话 它是一看你达到标准 以后有11万的人口了 但是它出现很大的问题 这些放出来的人 百分之65的话都会重犯 因为它有吸毒的问题 也有出现问题的话 很多放出来的人 一年以下的人 以后出来之后 因为案底都没有办法找到工作 以后这种情况之下 你可以看得出 造出很多流浪汉的问题 也造出很多治安变坏的问题 那更糟糕一点的话 是明年的治安会更坏 原因是最重要一个的话 就是旧金山的检察长的选举 在这个选举里面的话 这个检察长 在旧金山叫做George Gascogne George Gascogne的话 他在过去18年 他是以这个轻判出名的 所以为什么我两个礼拜以前 到旧金山去的时候的话 我的朋友的车子停在China Town附近 就被敲破了车门 被偷走了 也会问旧金山的人的说话 每两位民众之中 有一个卫林民众 车子被敲破玻璃 这些犯罪的受害人 因为检察长的话 对很多他已经不是在治罪 而是说要让他们这些人治病 这些人都是有贩毒 吸毒的前科 让他们去 在关在戒毒所里面去 戒毒的话 往往没有效 又重来犯罪 最重要的话没有失业 后来现在的话 从明年开始 加州会开始自动清洗犯罪记录 所以这个让他们有找工作的机会 所谓南加州的治安会 更坏的原因的话 就是说这个检察长 在10月份以后他说 我要回罗汉基照顾我的母亲了 我不干了 以后我要回来罗汉基 来竞选检察长 罗汉基的检察长 一个非洲裔的女检察官 叫Jackie Lacey Jackie Lacey的话 他沿用了原来的检察长的策略 就是从严执法 对很多犯罪要重判 但是没想到的话 他现在作曲里边的话 他选举了之后 他送下那个空位 有五个检察官出来竞选 有一个是公辩律师 来出来竞选 在六位候选人之中里边的话 没想到的话 这个公辩律师 要求重庆 惩罚犯罪人士的话 当选了 所以变成了一个 全国的一个趋势 就是说 现在的话 我们关的犯人太多了 我们要重庆判罚 所以这个已经变成一个全国的趋势 以后最后推动的 幕后推动的这个金主 就是推动全国大马合法化的 George Sorrell 在金融界的指导 索罗斯 索罗斯 他是一个有钱人 以后他是非常有钱的 他也赞助全国的大马合法化的运动 他现在也在赞助 这些检察长的选举 以后南加州这场选举的话 明年三月份初选 以后十一月份的大选 如果是作曲能够当选的话 相信加州的 因为现在他基本上 他说我们监狱人满违反 以后要放更多的人出来 这种情况之下 南加州的治安会更恶化 更恶化 所以大家不要太绝望 因为毕竟这个时候 就是你展示自己的权力 去投票的 最关键的时刻 那么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先进一下广告 回来 我们再谈谈这个47号提案 目前对大家的生活 造成的影响 广告后见 欢迎回到天音话题的法律 节目现场 现场为您邀请到的是刑事律师 邓宏 邓律师 邓律师 我们在节目上半场 就是听到您讲 这个明年 咱加州的治安 有可能会更加的差 但是呢 真的是很难想象 因为现在的治安 已经很差了 怎么个差法呢 因为受到这个47号法案的影响 现在就是如果有人打破你的车窗 抢东西的话 这个是misdemeanor 这是轻罪 然后有人在光电话日之下呢 看到你拿个名牌包 他顺手就抢走 这也算是这个misdemeanor 轻罪 然后更奇葩就是说 它这个法案 你帮我们verify一下 就是说 如果有人是从后方或是侧方 拿你的钱包的话 那也还不能算抢 那是偷 所以很多时候的话 所以将来的检察官 会不会起诉 也是成为一个问题 我们就知道了 Willis肯定说 检察官会因为偷 所以不起诉 往往他的理由 他是有精神病 因为他现在的话 就是很大的趋势里面的话 吸毒往往会造成精神病 那抢也会用精神病 来把它淡化吗 会 因为现在趋势就是这样子 所以的话 他说怎么样子 给戒毒的人戒毒 以后的话 让这些有精神病的人 去接受治疗 所以现在就前 Jackie Lacey这个检察长的话 他也推动了一个 叫要建精神病院 他认为的话 目前关在监狱里面 225%的人都有精神病 不应该是治罪 应该是让他治病的 所以他们要提议的话 建这个精神病院 所以的话 但是的话 如果是George当选里面的话 还有更重要一个点的话 就是说他们有毒品 对不对 让他们戒毒 而不是让他们 关在牢里面去服刑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里面的话 就是说大部分抢的人 他们都是从47号提案里面 放出来的 70%以上是有吸毒问题 以后他们没有工作 对他们来说 我抢了 我判了刑 我回监狱里面 我有的吃 有的穿 以后的话 我也不用流浪街头 以后他们已经习惯 监狱这种生活 所以会出现一个问题的话 这些惯犯的话 他们就是判了他 他进了牢里面去 还是会再出来 所以的话 怎么解决一个问题里面的话 我们南加州的居民的话 也是很大方 在罗汉纪市里面通过了一个H提案 提议的话 建这个流浪汉中心 以后的话 在去年的时候 我们通过这个M法案 以后还counted的所有的居民 包括我也投票 也愿意加税 来建这个流浪汉的中心 但是流浪汉的中心的话 永远建不出来 现在经费的话已经有 但是他的钱也花了 但是也没有人去住 以前的话我们认为 已经盖好了 没有人去住 有一部分的话已经通过 但是没有盖 有一些已经盖好了 没有人愿意去住 为什么 就是大部分的人里面的话 他们到那边去 没办法吸毒 没有办法去看病 所以配套措施没有 只是说你给他的地方 他们会去吗 以后他们不会去 因为很多有一半以上 都是有毒瘾的 你到那边去的话 没有毒品的话 他没办法生存 所以就像的话 一个耶鲁大学毕业的 在CNN报道的话 一个耶鲁大学的高材生 做律师的 沦落在流浪汉的街道里面去 后来里面的话 耶鲁大学的校友 看到这个 多丢我们耶鲁大学的面子 他主动来帮助他 因为他说没问题 但是的话 放到一个hotel里面去 他三更半夜 还是出去要吸毒 所以这个是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很多时候的话 就我们给的钱 但是的话 太多机构 你可以看得出 不能强制戒毒吗 现在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流浪汉的问题 洛杉基的市长 Gilbert Gasseli Eric Gasseli 他就是要竞选总统 他就是尊重 每个人都有人权 所谓尊重的人权 你可以看得出 洛杉基 查了他 以后当他到处都是流浪汉的人 为什么的话 因为他 所以现在最高法院 有一个判 有个案子正在审理的 市政府有没有权利 去驱逐 或者逮捕 这些流浪汉的人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 底特律市政府 下令了警察局 要开始 驱赶这些流浪汉的人 不能在这些头上 影响 这个影响适用 以后 后来民权团体 挑战说 市政府这样子做不对 所以这个案子 在今年的最高法院 在胜利 以后 洛杉基市政府 居然是 持着遵守民权 应该尊重流浪汉 洛杉基 County的 Supervisor Barger的话 他提议 他说 我们一定要有 这些地方政府 要有这个权力 可以在他驱逐 让他们 强迫他们搬到 流浪汉中心里面 去这个权力 所以这个案子 判例下来的话 估计在年中的时候 明年年中的时候 会有最后的判决 但是流浪汉的问题 一直都会有这个问题 对我们民众来说的话 要注意安全的 非常重要 因为流浪汉 我们光他提到 大部分是吸毒人士 他们喜欢这个自由 或者是他们有精神病 我们可以看得出 最近的这几天的话 洛杉基的流浪汉 已经开始 这个有精神病的 攻击 这个游客 这些案子会不断地发生 所以很多时候的话 我们要知道 我们现在生活的环境 不是说 以前十年以前 这种环境 以后 首先的话 每一年 我以前做记者 二十多年以前 就遇到这种的话 因为在中国的 banquet 里边 最容易 好像分离 生日 party 抢匪 就最喜欢来抢了 为什么 每个人都穿金带银 以后一次下去的时候 抢的话 所有的客人 全都抢下来的话 一直得手的话 就几万块钱了 所以这种的话 同样的 很多现在流浪汉 也好 犯罪集团 就瞄准的话 就是中国人 以后他们开的是名车子 戴的是名包 穿的是名鞋子 所以很多时候的话 一定要注意安全 以后的话 没有 邓律师 我现在身边所有 本来是穿戴名牌的朋友 现在出来吃饭 都非常非常地朴素 因为他们不是自己有曾经被奖的经历 要不然就是身边周遭人 很多人被抢过 所以现在吓到大家出来 就非常地朴素 当然这个也没有什么不好 因为你何必自己去惹麻烦上身 可是问题就是 你生活在一个自由的国家 你有缴税 你有尽能义务 可是你想穿件自己喜欢的衣服 都受到都有这样的压力 都有这样的恐惧 我觉得这不太公平吧 对这些犯罪之团来说 犯罪人士 吸毒人士来说 你穿了好名牌的 当然你有的权利 但是的话 他会觉得的话 你有钱 为什么我抢了之后 我能够为了生存 政府在哪里呢 这个时候是我们执法单位 就应该出来 但是执法之够的话 就是警察也很frustrate 我逮捕的人 以后我到哪里放 以后他有病 所以就是政策的问题吗 你知道47号天 还有更扯的一个内容 就是说 如果你今天被抢的金额 不到不超过950美元的话 那这个也算是 轻罪了 轻罪 对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里面的话 将来更糟糕一点的话 是加州的政治形势 我支持是民主党的 但是我对去年 对今年跟去年的 这个民主党的表现 我大失所望 恨不得我都想转党了 为什么 你看看的话 民主党现在的话 是工会的操纵 我们刚才讲的话 这个监狱 为什么 47号提案 50号提案 最后的话 这个州长Newson 在加州选举的时候 选举州长的时候 拿到了这个州 预警协会 这个工会里面 100万的投资 以后一上台之后 马上同意 让他们加薪5% 我有一个朋友 在监狱 这个州监狱系统里面工作 他退休的话 退休金是20万 20万的退休金 一个预警而已 你可以看得出的话 现役的这警察 这预警的话 他没有什么特殊的 他只是看了罐款犯人 以后加班的话 往往的薪水的话是10万 但是加班费往往是15万 因为福利太好了 都是我们纳税人的钱 但是州长的话 居然同意让他们加薪 所以你看得出里面 这个加州的工会 影响到了 所以目前的话 75%的州议员 是民主党 以后参众两院都是一样 这个叫super majority super majority 就算你民主党 还是独立绑派的人 呱呱叫 我有75%的票 以后家长 州长的话 以前那个Jerry Brown的话 他还是比较有理智的 他会平衡的 有些法案的话 你太过急了 他会温和派 他会否决 但是现在没想到 那州长Newson的话 比这个州议会 还更 更 更左 所以的话 推动了 去年通过了 1040项提案 他签了900多项提案 这些提案的话 你会跌破眼镜 这些提案里面 我们觉得说 连我们做法律这些的话 怎么可能会这样子的通过 这都是工会的作解 作怪 以后的话 我们纳税员拼命了 但是如果我们一般的老百姓的话 往往就是后知后觉 通过法律 大家知道 好像的话 明年开始 加州是不允许动物表演 所以马戏团在加州 全部会灭积了 所以这些法律的话 一醒过来的话 小孩子以后不用那么早上课了 以后8点钟以后 所以这些东西它都是民主党的推动的话 太极端了 这极端 马戏团那个我赞成 我觉得让动物来表演 这个是本身很残酷的行为 所以我要投民主党一票 可是其他的像对罪犯 惩罚或是刑期 比较越来越松 然后造成治安败坏 我觉得这个部分 真的大家如果你生活在这块土地上 你一定要为这块土地上 做些什么事情 那就是去投票 好 非常感谢邓律师 今天来到节目现场 也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